2024年2月5日,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,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党委书记、行长田惠宇受贿,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,必用未公开信息交易、内幕交易,泄露内幕信息一案,对被告人田惠宇以受贿罪判处死刑,缓期二年执行,剥夺政治权利终身,并储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 以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,以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,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亿元,以内幕交易,泄露内幕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,并处罚金人民币八百五十万元,决定执行死刑,缓期二年执行,剥夺政治权利终身,并储没收个人全部财产,对田惠宇犯罪所得及资息,依法予以追缴,上缴国库。 经审理查明,1997年至2022年,被告人田惠宇,利用担任中国信达信托投资公司副总裁,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,副行长,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,上海市分行党委副书记,副行长,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,深圳市分行党委书记,行长,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,北京市分行党委书记,行长,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,行长等职务上的便利,以及职权,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,为有关单位和个人,在贷款审批,业务承拦,工作调动等事项上提供帮助,非法收受财务,折合人民币,共计2.1亿余元。 田惠宇在担任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,行长期间,未训个人私利,违反规定,滥用职权,干预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附属机构正常经营决策活动,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。 田惠宇利用因职务便利获取的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信息,违反规定,从事与上述信息相关的证券交易活动,非法获利2.9亿余元。 田惠宇身为证券内幕信息知情人员,在相关信息尚未公开前,买入该证券,或者泄露相关信息,明示,暗示他人,从事上述交易活动,非法获利807万余元。 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,被告人田惠宇的行为已构成受贿罪,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,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,内幕交易,泄露内幕信息罪。 田惠宇受贿数额特别巨大,犯罪情节特别严重,社会影响特别恶劣,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,论罪应当判处死刑。 身为国有公司人员,逊私舞弊滥用职权,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,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情节特别严重,内幕交易,泄露内幕信息情节特别严重,均应依法惩处。 鉴于其道案后,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大部分受贿事实,即内幕交易,泄露内幕信息事实。 所犯内幕交易,泄露内幕信息罪构成自首,认罪毁罪,积极退赃,犯罪所得已全部追缴道案,具有法定,着定从轻,减轻处罚情节,对其所犯受贿罪判处死刑,可不立即执行。 所犯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,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,可从轻处罚,所犯内幕交易,泄露内幕信息罪,可减轻处罚。 法庭罪作出上述判决。